Hello 大家好 莎姐 今天莎姐真的開始發生病 剛才在發援也尖寒尖凍 不太樂觀 但我會先吃藥鎮著它 明天也會上班 如果明天狀態或星期六都是差 我可能會去打針 因為我星期一真的要投票 沒有那麼偉大的 理論上我都是為了我自己的區 希望找到一個建設性的人 因為我們本身的區議員是做得不錯的 增加了很多東西 也令到我們生活更加好 所以我自己也不想其他人當選 起碼他真的幫我們爭取了很多東西 也希望大家可以投建設香港的人一票 相對地 就算你不投建設香港的人 你也不要投暴力那幫人一票 因為支持暴力那幫人真的很恐怖 他只是會不停地破壞香港 為何今時今日的小朋友會這麼膽 就是因為有他們背後的支持 不停地說什麼什麼什麼 好像說到暴力是沒有問題的 是因為他們就在立法會上進行暴力 無論是言語暴力 或者是真的扔東西等等 所以大家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立法會已經是這樣 所以他們更加沒有問題 所以大家不要讓暴力在這個社區繼續蔓延 因為你只會追暴力的時候 他們水平會不停下降 即是你今天容許說粗口 他日他就會打你 你今天容許他打你一下 他日他就會當你是狗 我覺得拳打腳特利是應分 五號這樣 我們要用我們的選票 去爭取我們想要的和平 爭取我們想要的經濟 其實我覺得上天都很看顧香港 之前華記回來 其實他在這個時候回來 其實是對一班我們這班發聲的人 或者是對一班愛好和平的人 其實真的剛剛即時雨打了一支強心針 當大家還在擔心黑衣人 市局那麼厲害 會不會出去投票 他其實是為我們打了一支強心針 因為他可以繼續幫忙 呼籲 亦都可以見證到一件事 就是說好人是有好報的 上天是看顧 就算那班人是故意善他 但是正義是中威必勝的 所以都為我們打了一支強心針 尤其是我自己 他不是我契家佬 放心 他不是 因為其實 剛剛很多人都會和我有個想法 有很多人正義出聲的 這個事實 有很多人說一些正直的說話 或者說一些很分析性的說話 說得很對 但是有時候我自己都會想 他可以說得這麼豪放 經常叫大家正義發聲 可以說得這麼開放 很豪放 因為你不在香港 有時候是這麼壞的 我會覺得 因為你不在香港 你當然可以說什麼都可以 沒有特別貶義的 有時候心情不漂亮的時候 都會這樣 都很明白的 有時候他不斷叫你出聲 但有時候我都明白大家 為什麼不出聲 因為我們還住在香港 要出聲 可能會被其他親戚朋友 嘩 可能會失去其他人 得失其他人 因為我們還住在香港 或者甚至被黑衣人認得 被人打兩下 也都不出奇 所以大家 不是不想出聲 是很多避忌 所以 當華記回來的時候 大家真的 好像天 是會 天會保佑好人 所以大家就會 更加積極一點 我覺得是有這個正面作用的 10月24日大家投票的時候 希望 其實 爹地媽媽那批 無論你的子女是多少歲 你都去投建設香港的一票 可能你的子女叫你 不要投那個 你投什麼什麼 反對派 我覺得你不應該由你的子女去左右 如果你是為他好的話 你應該投建設香港 你今天投建設香港 他日他會多謝你 你要想一下 反對派 他在財委會 他有什麼是贊成的 所有基建都說反對 大白狀 經常都說大白狀 所有基建反對 OK 你一開始你不 reject 什麼又說什麼什麼 超知 什麼什麼 你就在那裡拉一半 那既然都是超知了 你就馬上批去 馬上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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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你不是 一直拉 拉的時候 你認為那些東西會停嗎 他一樣要維修 一樣要保持這樣的狀況 你想一下 那些錢又是那裡來 然後你越走得久 超知得越多 他為香港好嗎 他根本就想花光香港的錢 好了 他們還做了什麼 除了拉布 扔東西 什麼都沒有做 一天就在那裡吵 一天就不知說什麼 納納納納納 都不是開會的 你覺得這些反對派 是值得你投票嗎 是區議員不關他的事 但問題是 你看清楚你的區議員 他有沒有做過事 還是你的區議員現在在 在煽動你的子女出去做事 你就想一下 你現在看看 如果沒有這樣的反對派 去煽動那些小朋友出去 那些小朋友會這麼什麼 會這麼積極 不是他們煽動 在立法會說 現在什麼什麼什麼 那些小朋友會這麼興奮 因為那些小朋友覺得 這班議員支持他們 就是繼續努力 但是他們的努力 在這方面努力 就毀了在前途一生 你問心 你那些未夠18歲 在你帶出來的那些 未夠18歲的小朋友 登記了身份證 你覺得 就算不起訴他 他又前途會怎樣 他會不會 可能不起訴 但會不會罰他社會服務令 或者警司警戒 你不要以為是 罰社會服務令 警司警戒 沒有案底 不一定 當如果那家學校 或者你想送那些子女去外國 當那個外國學校 要求梁文靜 要問警方 警方是直接給他 那你怎樣 他有個警司警戒 因爲什麼事 我不知道會不會這樣 我不知道 因爲我沒試過 那可能那間學校就不收你 唯獨你要乾乾淨才有學校收你 你有錢大了 你有錢的 只可以去一些 學費很高昂的私立學校 但你如果有這些 我怕你私立學校肯收你 人家未必肯讓你入境 那你怎樣 如果你的小孩 準備讀大學 你叫他讀什麼科 醫生護士當然可以 那如果你說我一些子女 是讀酒店管理 想讀酒店管理 將來做酒店管理 現在還會有人來嗎 他一畢業就馬上失業 我告訴你 就算這件事今年平定了 短期內三年五年 都未必會有人再敢來香港 或者對香港有興趣 難道那我怎樣來 是不是這樣說 你不同天災 我記得北海道地震之後 都很久沒有人去 大家都害怕 但有些人都會去 像我那些 我都敢死 他有出優惠 我都敢死 但現在是人禍 我怎知道你何時發瘋 那好吧 不讀酒店 讀工商管理 讀會計 不要玩 都沒有公司 公司都收拾了 工什麼商管理 會什麼計 需要會計嗎 都沒有公司 沒有公司送需要會計嗎 不需要的了 那你說我可以 有些兒子可以去外資公司嗎 傻了 外資公司見到這樣 都要撤資 你覺得還會有外資公司 過來投資嗎 不會啊 可能分分鐘 情於撤去上海 都不來香港 當然 他們九成會撤去新加坡 但也可能 反正我都跟大陸做生意 不如我撤去上海 北京或者天津那些地方 你認為撤去上海 還會回來嗎 不會回來的 那你讀什麼 工商管理 你讀什麼 那 回大陸 你搞成這樣 你覺得大陸 給不給你入境 會不會在中資機構可以做到 沒可能 那你想想 你的小朋友有什麼前途 你今年搞定 之後 還可以 可能壓我們 辛苦一點 我們老一輩這輩 辛苦一點 壓幾年 等你的小朋友 大學畢業的人死 有工作 可能更好 但如果你今次搞不定 他的話 他在下年繼續來 反對班繼續幫他 他在下年繼續來 立法會 建設又不做 只是搞亂當的話 那你香港只是會越來越差 那到時 你的子女一出畢業 就等於失業 你是不是想這樣 喂 你不要看外面 現在我肯定是差過沙士 之前莎姐已經說過 現在是一定差過沙士 那時候 被莎姐說重重 沙士是一個病 你只要搞定了 就沒事 你可以繼續開始 但現在你是不可以從頭開始 你首先要填了沙士 你才可以從頭開始 那你怎樣 我的沙士 你要想一下 現在 我不要說要興建新基建 我只是整個大學 我要拿多少錢出來 我計我所有大學 不重新整 我不整 我也不再興建任何東西 你只要整個地鐵站 要多少錢 整個所有地鐵站 要多少錢 所有路面要多少錢 所有交通燈要多少錢 所有交通燈要多少錢 然後不夠錢又怎樣 經濟那麼差 稅收又收不到 那不夠錢又怎樣 福利減 減福利 那你就要想一下 通脹會有的 可能你現在申請中門 可能你現在申請中門 這樣就變成中門 會加得少些 就抵消不了通脹 又或者 老人家 可能本來想著 其實今年可能 醫療券 可能會加錢 不加 那不加 沒什麼 但你要想一下 通脹會有的 依然是會有的 可能那個老人家 以前 看過私家醫生 可能300元 但可能接下來要400元 但他醫療券 還是4000元 那會不會看少了 可以治療的機會 會不會少了 所以你們 不要看得這樣 所以希望 你們如果真是為香港好 就 就算你不透 建設香港的一票 你都不要 真的聽人說 他投暴力的一票 但通常告訴你 有很多人扮中立 你們看清楚 他是不是真的中立 還是他其實想困你的小朋友 扮中立 我希望你們看清楚 那些人是不是困了你小朋友 現在在街上 不回家那班 這次就說到這麼多 希望大家都珍惜你的選票 好的 拜拜